公元23年11月 诸葛亮派尚书邓芝出使武昌 第二年下 孙权派服役中郎将张温来成都拜见留善 孙流联盟宣告重启 东武与曹魏也正式断绝了隶属关系 曹丕闻讯后大怒 当即决定再次伐武 同年7月 曹丕东巡至许昌 开始打造战船操练水军 他命尚书普业 风乐亭侯杜姬 负责监制御用的楼船 不想却在试船的时候遇到风暴 楼船翻覆 十年62岁的杜姬逆水而亡 杜姬在曹操时代 做了16年的河东太守 将混乱的河东郡 打造成卧野千里的粮仓 被三国志评价为 天下政绩最好的太守 曹丕非常悲伤 亲自示好戴侯 三军还未开拔 便折损一位重臣 也为此次南征蒙上了一层阴影 势中心脾也站出来劝谏道 武蜀地区道路险阻 国家强盛时 他们就顺服 国家衰败时 他们就反叛 自古如此 这是很正常的事 先帝曾多次南下 但每次一到长江边就返回 现在我军的兵力 不比以前强大 我实在看不到 有什么取胜的希望 希望陛下教化百姓 养民腾肯 待到十年之后 国父民强之日 必能一举将东吴吞灭 曹丕却回答 照你这么说 我是要把这个麻烦 留给子孙去解决吗 心皮说 以前周文王 不就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才把伤咒 留给五王的吗 曹丕不再说话 讲道理 虽然讲不过心皮 但他足以以定 坚决不听 同年八月 曹丕率兵十万 开始了第二次南征 临行前 他加封上书幼谱 司马懿为辅军将军 假节 路上书市 封相相侯 负责留守许昌 司马懿深感 责任重大 因此极力推辞 曹丕安抚他说 朕夜以继日 处理国家大事 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 如今册封你 不是格外优待 而是要你为我分忧 司马懿这才受命 九月 曹丕盐营水 进入淮河 经寿春到达广陵 安东将军徐胜 向孙权建议 在建业周边的江岸上 筑起围栏 包上尾席 做成一面 长达数百里的甲城池 来震慑曹军 众将都认为 这样做没什么意义 但徐胜坚持己见 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 围栏一夜之间便建好了 曹丕到达北岸后 望向对面 只见一面高大壮观的城墙 未然耸立 因此大为惊骇 叹息的说 孙权手下有人才 灭无之计难以图谋啊 曹丕又转过头问群臣 孙权会亲自来吗 众人都回答 陛下御驾亲征 孙权恐惧 肯定会亲自带兵前来迎战 只有失忠留业认为不会 结果曹丕在江边停留了很多天 孙权却一直在武昌高卧 根本就没理他这茬 当时正值雨季 长江的水位迅猛增高 徐胜命战船列城队来回巡航 曹丕的座船 却在狂风旧浪中差点被掀翻 同年十月 曹丕自觉没去 随下令撤回徐昌 公元二二五年春 就在诸葛亮争南中的同时 不死心的曹丕 第三次下令南征 此时群臣已是多有怨言 欲使忠诚报勋 带头劝谏 朝廷屡次难争 次次无功而返 去年陛下的龙舟 差点在江水中翻覆 大臣们皆是胆战心惊 大军远征 每天的耗费达千斤之多 国库里的钱 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而敌人的气焰 却越来越嚣张 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曹丕大怒 下令将暴勋 降之为制书执法 暴勋是曹丕起兵之初的功勋 原吉北相报信的儿子 仲臣见曹丕如此决绝 虽无人再敢劝阻 曹丕加封上书令陈群 为镇军大将军 兼任中领军 随驾出征 总督各路军队 又任命司马懿 为辅军大将军 总览上书台事务 继续留守许昌 临行前 曹丕下诏给司马懿说 我担心后勤和朝中的事 所以将大事委托给你 当年高祖起义之时 曹参虽多有战功 但是萧和在后方的支持 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有你留守 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呀 自曹丕即位之后 身为曾经的太子四友 司马懿备受信任 官职也从丞相长使 尚书 御史忠诚 到世中尚书幼谱业 再到如今的 辅军将军 辅军大将军 贾捷路尚书市 逐步掌握了曹魏的核心权力 此时 他在军中的职权和威望 仍旧明显低于四大宗室 即票旗将军曹洪 征东大将军曹修 中军大将军曹真 和征南大将军夏侯上 但恐怕连司马懿本人 都绝想不到的是 在之后的 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里 他的头顶上将空无一人 公元二二五年八月 曹丕不顾仲臣的反对 开启了第三次 也是此生最后一次难争 这次曹丕决定 先从许昌东行至桥县 再沿锅水进入淮河 在大别山以东 沟通江淮流域的主要 就是两条水道 即中路的如旭水 石水 肥水道 和沿海的苏北水道 从通航条件上来看 中路水道更好 因此魏武两国 都在这条航线上 不有重兵 十几年来 淮南所有大的战役 基本都爆发在这一区 东吴打不下合肥 就像曹卫 也同样攻不破如旭屋 两国都无能 独自掌控中路水道 这种对峙和拉锯的态势 在之后的很多年都将继续 所以曹丕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南征 选择的都是苏北水道 汉末的苏北平原 昭泽密布 人烟稀少 大军行进到这里 不但无法得到粮草补充 就连河道也会经常堵塞 导致战船搁浅 尤其是旱季 情况就会更加糟糕 行军打仗 走这条水路是靠不住的 否则孙权也就不用一次又一次的 死磕合肥了 要知道曹丕出发的时候 就已经是农历八月份了 雨季临近结束 因此上述讲计上表 担心河道不利于通行 但曹丕不听 同年十月 曹丕到达广陵 在江水北岸 简阅三军 十几万卫军将士排列整齐 经齐飘荡数百里 喊沙声震耳欲聋 孙权则命杨卫将军 建德侯孙韶 统帅江南驻军 严阵一带 当时曹丕确实有发起 渡江作战的想法 但无奈 当年的天气异常寒冷 长江结冰 导致战船下不了水 曹丕无奈的叹息 哎 分割大江南北 难道是天意吗 不过此行 曹丕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 他命镇东将军 兼徐州刺史脏霸 前来朝剑 并升任他为执金玉 强行将他留在了自己身边 相当于夺取了脏霸的兵权 脏霸是清虚一带的贼寇出身 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 曹丕生前也曾对其多家笼络 曹丕在洛阳去世时 火同青州兵不听号令 擅自击鼓离去的人中 就有很多都是脏霸的不去 曹丕即位后 脏霸随名义上 为征东大将军曹修节制 但实际上却处于半独立状态 此次曹丕借机将脏霸扣留 也算平稳的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病 当月曹丕下令撤军 可此时河岛中的水位却越来越低 几千艘战船濒临搁浅 孙韶趁机派部将高寿 率领一支500人的赶死队 抄小鹿夜袭曹丕的中军杖 曹丕大惊 部队乱作一团 曹丕的链架和滑盖等物品被无军缴获 当时有人建议就此留下军队进行屯田 上述蒋记坚决反对 他认为一旦来年雨季降临 水位便会上涨 屯田的兵士必将遭到东吴水军的偷袭 曹丕采纳了他的建议 命全军徐徐北撤 可刚走到京湖水路就断绝了 到处都是裸露的泥滩和沼泽 卫军搁浅的战船前后相连数百里 蒋记命人连夜开凿了四五条水道 又赶制了大量的沙带堆砌土壩 将湖水引入河道 然后让将士们跳入淤泥中推船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才惊险的将战船全部开入淮河 公元26年正月曹丕回到洛阳 自登记以来 短短五年时间 曹丕共发弄了三次难征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却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利益 此时的曹丕还想修整之后继续用兵 他专门给身在许昌的司马懿下诏 如果我率兵亲征孙权 你就应该总理后方的政务 如果我留在洛阳 你就要负责代替我征讨孙权 同年四月 蒸南大将军 捡荆州墓下诺上 突然病重 曹丕命人将他接到洛阳 多次亲自去探望 握着下诺上的手 痛哭流涕 当月下诺上病逝 十号道侯 曹丕与下诺上的私人关系非常好 他的死也对曹丕的心理 产生了严重的打击 曹丕的感情本就十分细腻 故人的离去 也让其倍感哀伤 结果仅一个月后 曹丕便突然病重 他急命中军大将军曹真 镇军大将军陈群 征东大将军曹修 和府军大将军司马懿 前来洛阳接受遗诏 当时曹修的驻地合肥 距洛阳较远 没有赶上 弥留之际 曹丕抬起手 指着曹真 陈群和司马懿 对太子曹瑞说 这三位都是忠臣 你一定不要怀疑他们 公元26年5月17日 年仅40岁的曹丕 在洛阳家福殿去世 妙号士族 士号文 史称魏文帝 从公元220年登基 到226年去世 短短6年时间 曹丕一直都被笼罩在 父亲耀眼的光环之下 他有幸摆脱 渴望建功立业 但跟孙权相比 他还是太嫩了 当年孙权和刘备 都上赶着前来示好 之后又在宜陵爆发激战 曹丕本可以利用 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渔翁得利 但他却先是生硬的 斩杀了刘备的使者 又在与孙权的交锋中 频频被戏耍 一条游刃有余的大路 竟然生生的被曹丕 走成了死胡同 孙权则镇定的 玩起了以静之动 以至于当曹丕带着数十万卫军 两度沉冰江水北岸 孙权却连武昌的宫门都没出 曹丕隔着江 都能闻得到孙权 那满是嘲讽的欠台词 穷着等啥 你这段位不够 赶紧歇了吧 曹丕的性格与曹丕非常相似 同样的阴客 猜忌 又同样的多愁善感 背天敏人 曹丕当年就曾一边手握着 屠城的利剑 一边写着白骨录鱼 也千里无鸡鸣的诗句 而善然了一下 曹丕数次下令 抚恤阵亡的将士 阵济穷苦的百姓 而对敢于得罪自己的人 下手也丝毫不留情 哪管你是亲王元素 还是功勋老臣 比如原吉北相报信的儿子 报勋 报勋早年曾在魏郡 担任西部都尉 当年曹丕的小舅子犯了罪 于是便多次写亲笔信给报勋 希望他能高抬贵手 但报勋不敢寻思 将此事如实上报给了曹操 因此遭到了曹丕的记恨 公元26年 曹丕随意罗制罪名 将报勋逮捕 并让廷位高柔依法裁决 高柔认为 应当将报勋替罢代家 罚作五年的劳役 管理司法的官员们 都认为这样判太重了 一律只需要交点罚款就可以了 曹丕大怒 下令将负责此事的官员 全部逮捕 并露骨的说 报勋必须死 太尉忠尧 司徒化新 镇军大将军陈群 赤中心脾 尚书未真 廷位高柔等人 一同上奏求情 说报勋的父亲报勋 是开国元勋 理应饶他一命 曹丕不答应 反而命高柔迅速将报勋处死 高柔拒不服从曹丕的命令 曹丕就下诏 将他叫到上书台 再派使者到监狱 将报勋强行处死 报勋为官清廉 经常救济他人 死后家中也没有多余的财物 他被处死 仅二十天 曹丕就驾崩了 世人都为报勋感到惋惜 于晋的死也让曹丕音质的性格显露无遗 孙权将于晋送回来之后 曹丕表面上好言劝慰 暗地里却在曹丕的陵墓中刻上当年于晋投降的壁画 导致于晋羞愧而死 在自治通鉴中 司马光评价道 于晋贪生怕死 率众投降 确实不够忠诚 曹丕可以光明正大的罢处他 甚至处死他 这都无可厚非 但他却用阴暗的手段羞辱于晋 这就有失帝王的气度了 正南大将军下午上的妻子德阳公主 是曹真的妹妹 但下午上不喜欢他 却十分宠爱一名小妾 曹丕得之后 便暗地里派人将这名小妾绞杀 曹丕与夏侯上私交甚度 事后他对夏侯上的恩宠也丝毫未解 但夏侯上却非常悲痛 以至于精神恍惚 曹丕霸道而偏执的处事方式 由此可见一斑 票弃将军曹红家产破风 但为人吝啬 早年曹丕曾向他借钱 但被拒绝 因此怀恨在心 后来曹红又为门客犯了法 曹丕便借机将曹红逮捕入狱 判处死刑 群臣都为曹红求情 但曹丕执意不听 变态后气愤的对曹丕说 当年变水一战 如果不是曹红 你能有今天吗 曹丕仍然不为所动 变态后 只好又去吓唬郭皇后 皇帝这次如果真杀了曹红 第二天我就让他废了泥 郭皇后害怕 随多次哭着 求曹丕宽恕曹红 曹丕这才答应饶他一命 将曹红免为庶人 爵位和封地全部削夺 曹红地位崇高 战功卓著 仅为了这么一件小事 就差点丢了性命 因此群臣都对曹丕的刻薄 颇有抱怨 曹丕是三国时代 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与曹操和曹直并称三曹 他的诗情真一切 婉转又伤 比如那首著名的《烟歌醒》 兴汉溪流 夜未央 千牛之女遥相望 二都何孤 献何良 曹丕的点论 是我国最早的理论批评专注 文学水平很高 他还曾亲手抄写了两份 派人送往东吴 一份给了孙权 另一份则送给了张昭 陈寿评价曹丕 说他天资极好 知识愿博 多才多艺 只是度量不够宏大 心胸不够宽广 曹丕不是一个好人 他雅兹必报 赐死真实 苛刻的对待兄弟和宗亲 曹丕也算不上一个坏人 他生活节俭 提倡博葬 临死还将后宫中的嫔妃遣送回家 并允许他们改嫁 曹丕算不上一个好皇帝 他一孤行 不听劝谏 三次虎头蛇尾的南征 皆是劳民伤财 但曹丕也绝算不上昏庸 虽开拓不足 但守成有余 他确立了九品选官法 又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限制宦官和外戚的权力 还设置数级校尉 恢复了中原王朝 对西域的统治 他巧妙的剥夺了脏霸的兵权 解决了清徐割据的隐患 又派曹真 率兵大破枪湖联军 平定河西 护乌桓校尉 田玉 护鲜卑校尔千昭 和并周刺史梁熙等人 也曾在对阵鲜卑的战争中 多次取胜 连辽东太守公孙公 都前使朝贺 被策红为彻起将军 他雄心万丈 却没有一统天下的能力 在军事水平和战略眼光上 与曹操相差甚远 他文采风流 出口成章 却唯独与曹直相比 略逊一筹 这一生究竟成功还是失败 恐怕连曹皮自己都说不清 也许只是一个配角 一个过渡 一个时代的背景版 他和他所建立的王朝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